大部分周邊血管疾病最常見就是下肢動脈血管註射 所謂的下肢動脈就是從我們下面的副主動脈 分成左右兩邊的總剋動脈 總剋動脈之後呢 然後變成就是我們的一個骨動脈 骨動脈之後 骨動脈就是我們的膝蓋的動脈 膝蓋動脈之後分成三條 前頸骨動脈後頸骨動脈 中間還有一條肥動脈 那這三條動脈其實就是構成所謂的下肢的動脈 到我們的腳底之後會有兩套血管 就是前頸骨動脈後頸骨動脈形成一個做足弓動脈 從我們的副主動脈到我們的足弓動脈 這一段就是我們的下肢的動脈 血管如果阻塞了 是位置發生在腳的地方 就是下肢血管阻塞 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 但是越末梢血管越細 越難處理 愈厚越差 所以我們可能在膝蓋以上 我們在骨動脈的地方以上 我們還可以放血管支架 可是下面的話現在沒有辦法放支架 就是用通的 通的效果通常都很差 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 血管越小血管要保養就越困難 阻塞也越難處理 大血管暢通之後 有些時候小血管可能就靠吃藥或是減少它的惡化因子 來去讓避免它惡化越來越嚴重 小腿肌膜有小腿肌脈的疾病 像是肌脈曲張啊 像是血栓啊等等 問題比較常發生在肌脈 那動脈大部分都是血管阻塞 妳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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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麼回事 了 還有 我